有句话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不过现在应该改一改 戏里面的女人不够坏观众不爱看 现在最后那一部片里面就是啊 就在人妻的偶像剧当中啊 成功扮演小三的这个朱新仪 她这个可怜的模样 很多人呢却非常爱看她耍坏 不过其实她可是有前辈哦 之前呢很久以前大家都还记得吗 在这个当时二三十年前的时候 在花系列的这些坏女人可是人人喊打 我还动手 打巴掌 拳打脚踢 骂人毫不留情面 这样泼辣凶狠的女人 坏到骨子里的演技 让观众看得都激动了起来 这样撒狗血的喜马 当时可是蜂蜜全台湾 1998年播出的《太阳花》 可说是花系列电视剧最受欢迎的溢出 编具血淋淋的揭露台湾家庭负面问题 不管是婆媳 第三者连代理育母都搬上荧幕 也因此成就许多坏女人 好啊 小狐狸精 快着玩来讯我 好 现在我就光明正在对着你说 你给我仔细也听清楚 凭你 配不上我们家世缘 提到坏女人 习曼宁绝对是十足之一 挑个眉弄个眼 锐利的眼光 是一看了都怕 不过要做坏女人 只会激动骂人可不够 喜曼宁狠起来 拳打脚踢一点也不客气 就是要让对方怕她三分 其实她当时才二十几岁 但总演四五十岁的恶婆婆 证明她精湛细腻 思思入口的演技 让观众看得入迷 不过戏里还有另一个坏女人 任谁都恨得牙痒痒 周围 不要拒绝我 真的 我不知道 下次我还有没有喝醉的勇气 当时才刚开始演戏的梁家荣 长相清秀 身材高挑 原来在《太阳花》里 饰演女主角的好朋友赵世芬 但后来为了争夺所爱 不惜设计好友男友上床 甚至假装怀孕 成功在戏里扮演坏女人 不过一开始 哪里知道怎么使坏 曾让她压力大的 在片场情绪失控 我那时候的公司 经纪公司拿给我 这么厚一叠 他们列出来的 厚厚的A4的 那么厚一叠 全部是骂人的 骂我的 然后我都看到 我第一眼是先吓到 在我大笑 因为很夸张 然后我其他都不会怕 我觉得只是言语发现 我有一个真的怕到 是有一个女生 她留的大概 那个次数多到上十次 二三十次还是五十次 她就知道我 可能她知道我住哪边 因为她常看到 讲出的路名非常相近 什么路跟什么路中间 然后我常在那里看到你出目 你不要给我预见 不然你就好看 我每天都会对镜子演戏 因为那时候是新人 我才演戏第一年 所以那个角色对我来讲压力太大 因为到现场导演 导演非常凶 你还要再应付导演给你的那种 那时候导演会骂到 你觉得眼眶都会有泪水打转 但这样的演戏磨练下 演坏肇时分的梁家荣 一炮而红 以前要对着镜子练习 现在谈指间就能演出一个 想要破坏别人幸福 充满内心性的复杂眼神 坏女人形象深植人心 却让梁家荣现实生活受影响 其他的比较严重是 诅咒开车撞死 我去买东西 好多店家不愿意卖我 有一个还拿的抹布说 教师被我这 他很凶的讲 我很生气 我很讨厌 你会让我打一下 我奶奶一直会说 他每次打牌的时候 他的朋友都会跟他说 你这孙女实在太坏了 所以我奶奶都会 每次看到的时候 演得很好 可是可不可以 不要再演坏人了 奶奶看了很难过 小心摆眼 你要不要有脸啊 再有你 有本事你杀了我 最好一世两命 我们不是两个我也会冒过你的 在戏里赵诗芬就算被赏巴掌 甚至跌倒在地 站起来继续骂 这样蛮狠不讲理的坏女人 二十年后恶女形象大不同 可是我就是忍不住 为了你 我回不去 你很对不起 没关系啦 其实答应我 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不能够抛弃姐姐 看起来楚楚可怜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饰演黎维恩的朱信仪 表面上是个单纯 渴望亲情的小女生 内心却充满心机 处心积虑 抢别人老公的小三 也就是以前所谓的第三者 不管是被骂 脏东西或是坏女人 朱信仪把一个 因为成长背景坎坷 一遇到不如意 就会耍任性的角色 演得十足像 原来你是温经理夫人的表妹啊 我大概看了一下你的资料 我觉得你蛮适合的 只可惜就是没有经验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一定有你 好啊 再见 在戏里朱信仪爱上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姐夫 虽然曾经挣扎过 但最后为爱豁出去 成功逼退原配离婚 眼祸抢男人的坏小三 琪琪 我的好朋友 怎么了 你说 你带给她 你过去多久了 你说 你说啊你 为了所爱的人幸福 成全对方 选择别的女人 朱信仪的戏路 转变真的很大 戏外可是让大老婆们 骂到不行 还被网友恶整 虽然观众反应太夸张 但这也证明他们坏的成功 而也曾在花系列当过坏小三的应小微 开玩笑的说 当第三者才不容易呢 当初导演梁秋生 他执意希望我一定演出的原因 是他认为就是说 不是那样的女人 才好像就是外语的角色 其实身为第三者 然后也是用情很深的女人 或是在别人有问题的婚姻里面 男人有所追求的时候 常常这个女人是柔到不行的 所以我只是说代表去反映 那个社会 那时候的社会 很多人不敢讲的事情 无论是以前的狐狸精 还是现在的小三 或是恶婆婆 这些女人靠着使唤 也红出一片天